大火快炒加上蒜頭爆香 價剛的炒青菜起鍋 但如果是出自中餐名店 鼎泰豐猜猜價格多少 9100吧 100塊左右吧 100塊150左右吧 答案揭曉 鼎泰豐多樣炒青菜 菠菜 A菜還有鮮菜 都要價230元引發討論 因為這個價格甚至直逼這道菜 半斤半肉紅燒牛肉麵 價格280元 直逼炒青菜貴50元 而且實際比一比 牛肉麵內四大塊牛肉 搭上濃郁湯頭以及雞蛋麵 單點一份就可以吃得很飽 而另一邊炒青菜雖然份量也不少 但配料只有蒜頭 如果要把炒青菜再升級 變成縣菜輔助或是菠菜輔助 價格上到310元 直接超越牛肉麵 跟一盤炒青菜比起來 那吃炒飯應該CP值比較高 變成師傅會炒的話 他定價本來就定比較高 雖然也有常客幫忙緩家 說阿姨人工挑菜成本高 而且份量不少 但專家也點出定價中 可能藏著行銷秘辛 讓民眾注意到其他菜色 青菜可能就變成是一個 犧牲打的一個商品 作為價格定毛的一個操作 同樣的行銷手法 連鎖咖啡店星巴克櫃台旁的冰櫃 百出高級礦泉水定價不低 好幾款要價75元 比對主打商品每日精選咖啡 只要95元 才相差兩個銅板 一來一往形成定貌效應 咖啡池比這個礦泉水貴一些些 所以消費者當然會把咖啡當作是首選 也是業者希望達到的一個目的 230元炒青菜或是近百元礦泉水 或許客群不大 卻很有可能是推動業績的關鍵小兵 這周仙姐王一廷特別報導